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收盘的时候还涨了99点 现在我看又跌下去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种拉抽屉的话 很多人会赔钱的 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以为反映市场开始出现很大不稳定 其实还就表现了一个人的情感 人的心态 内在的一个心态的东西 我个人觉得是这么个讲法 就是说很少看到说上下一千点 这么去拉风向 不知道 我只能说不知道 不会了 那与此同时呢 在新闻的焦点上很多 现在的新闻焦点上 刚才出的事情 拜登在新闻发布会上 他不让记者问问题 后来福克斯的一个人 问了他个问题 就是有关 有关是通货膨胀的问题 后来他是不是有这个政治上的因素 问他是不是有政治上的因素 他骂人家 他骂人家 如果用比较恰当的北京话说 就是他骂人家这个龟儿子 他骂人这个 那是个皮特那是个福克斯 住这个白宫的记者 他就他在麦克风上直接这么骂 结果就被 因为电视台当时都在转播 所以现在都成新闻了 这个实在令人难想 这是美国总统 对吧 美国总统你骂人家那个 那条说 爱卡美拉 这条你骂人家 所以所有新闻都在评论这件事情 都是头版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很无聊 就是说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成为了美国总统 对吧 而且他可以根本就是美国总统 无所谓 反正我就这个 怎么着吧 对吧 但真正 如果是个正经八百 被人们瞩目的人呢 就有磨难 佐治亚州检察官获得了 获得了这个法院的批准 法官的批准 成立特别的 针对川普成立特别的大陪陈团 要在今年五月份 可能要对川普的事情展开调查 这不是件好事 给川普悟担